那高雄的跨年非常的精彩 那尤其市长在几天前已经正式对外宣布 我们非常重量级的天团 就是我们的五月天呢 即将来帮我们做三加一场的演出 所以在跨年这段时间 那已经引起全国所有喜爱五月天的朋友们呢 已经进香要去买票之外 也要到高雄来订饭店 那这些饭店业者当然是非常高兴 那也有一些业者呢 也觉得说在市场 需求大于供给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或许有把这个房价调账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业者 他确实有把房价过高的一个调账 那我在这边要跟所有的业者呼吁一下 依照饭管条例的规定呢 业者你要的房价呢 是一定要经过地方政府的一个许可跟认定 才可以对旅客收取高额的房价 那如果超出这样的一个规范呢 那地方政府可以依照饭管条第55条第三项呢 来着雨开阀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欢迎全国所有各地的好朋友 到高雄来参加这个跨年的一个活动 那也可以享受我们非常高品质 而且这个房价又不是太不平易近人的一个房价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来高雄跨年 那也希望我们的业者能够自治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防疫工作做好 然后提供给这个所有的民众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假期 房价的规定是在哪里 谢谢 好我想疫情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最近市长已经有宣布 在跨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邀请到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天团月天到高雄来演唱 那这一件当然是对全国都是一个好像特别是高雄的观光产业 那我们也乐见于这个观光的整个复苏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大活动 从我们办国庆烟火开始 我们渐渐这个住房率都往上提升 那到这个跨年这段时间呢 这个一宣布出去 那各地都来订房 那有呈现这个需求大于供给 所以就有些旅宿业者呢 他就希望在疫情时间的一些损失 能够调到一些房价来弥补他们之前 那所以有造成部分的旅馆 应该绝大多数都遵守这样的规定 就是旅馆业呢 他们必须依照发行官条例要报地方政府来核定 他们这个价格的一个区间 就是最低跟最高的一个房价 然后我们昨天有发现就是在媒体披露 就是我们在这个港湾的某一家旅馆 他的这个房价呢超过了两万 那我们一查呢 他报给我们的这个最高房价是一万八千元 那我们就马上依照发行官条例 第一个我们就去贵券他 所以当昨天我就立即就前我们的业务科就跟他联系 说你的这个房价已经超标了 所以他就马上把这个网站的这些资讯测下来 然后调成这个他的房价里面 那我早上我上去看 确实他已经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我在这边也要呼吁 那当然我们也会正式发文 要求各家旅馆一定要遵守 不管是过年期间还是明年的台湾灯会 一定都要遵守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 一定要在这个你所报的价格的区间来订定你的房价 不要借机轰台这个旅馆的一个价格 让这个观光客觉得他们有被这样子在价格上剥削 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对高雄的观光就产生不良的一个观感 所以我们希望在办理大型活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这样的观念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来高雄 然后他在我们防御旅馆也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也要求非常多的一个防御的一个措施 然后大家安全全的把这个跨年或是明年的一个台湾灯会 都能够很开心到高雄来度过 说是说做是做的这样的部分 你们有什么作为 我想这个房价每一家都不一样 所以不见得是一万八或是两万 有一些比较平价的 它大概是数千块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各位可以就是上网去看的时候 觉得他这个价格有点偏高 就不合常理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打电话到高雄市政府观光主义来做一个洽诀 那如果他的房价确实已经高于他所报的一个这个房价的区间 那我们会请他们立即做一个修改 如果规券不听 那我们会依照法规券条例 第55条第三项的一个规定 然后施以1到5万的一个裁罚 而且可以试个案各种案件 我们可以连续来做一个开发